好久没见了 潘先生 最近好想跟你聊天 最近有没有什么工商铺的投资小提示 可以送给大家 好 其实近期很多朋友都问 现在买铺投资 买什么铺位的种类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如果说去年投资铺位 当然是买一些民生店铺 稳定收租也好 踏入了2021年 我觉得策略上又可以改一改 我自己就比较看好一些银马大约是三五千万 而是市区的铺位 大家可以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上银马 面积就不要买太小 你买一些大约是六七八尺以上 去到千多二千尺的铺 这个铺位面积够大 就会适合多一些不同的行业类别去运用 现在旅游业又未正式开始 买了铺位 暂时租住给一些民生行业 餐饮和普通零售一路收租 好 到市房一路復甦 一路通关的话 自然就会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就想进驻一些市区的铺位 到时有一些连锁店铺会出现 甚至无一部分的奢侈品也有机会去进驻 到时租金就会陆续提升 因为始终用负租能力去看 民生店铺的负租能力 怎么都不够一些连锁店 品牌公司去抢铺 到时租金不断上升 水涨船高 到时铺位的价格又会不断升值 大家都不妨参考一下这个方法